現在鮭魚當道 馬克老師要改名嗎 有考慮要改名 叫做馬可鮭魚刺地瓜捲 沒錯 因為這一道料理是地中海當中 互心血管的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就來教大家這一道 不用改名字喔 就可以吃的喔 這個Omega 3互心鮭魚捲 因為我們知道魚嘛 魚油它其實對心臟本身就很好 那堅果其實也有一些油脂 對心臟很好 可是我們平常吃鮭魚 直接這樣吃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無趣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 我們現在春天啊 很盛產的地瓜 對 那紅的紫的都可以 但是紫的話 今天會變個小魔術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地瓜 把它先把它倒成泥狀 然後等一下塗在鮭魚上面 那這道菜我自創一個就是 其實你在倒這個泥狀的時候啊 直接吃它有時候地瓜太黏口 沒那麼好吃 然後我們就會增加一些 比較滑順的口感 所以我們就放點牛奶下去 這樣子喔 對 然後再放點堅果 增加吃的時候 會有那種口感 咬咬咬的口感 對 然後放點鹽巴是一定要的 來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把拿你們家的飯食 大家都有 就把它倒成泥狀 直接把它拌進去 那剛剛就是說地瓜跟筋類在蒸的時候 因為像紫地瓜 它有很豐富的一些花青素跟植化素 那你把它蒸的時候其實它會流失掉 對 那流失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加一點檸檬汁 把它補回來 所以你加檸檬汁或柳橙汁啊 它等一下加下去它會變色喔 真的喔 對 它會變一個很鮮豔的紫色 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我們在研究那個吃的食物的時候 讓它有多一個你可以色香味嘛 你沒騙眼 對 真的 像甜菜根的顏色喔 對 很像甜菜根 它就直接就會變色 那等於就是 其實它就是把我們就好像我們在吃營養 把維他命C再補回來 這個時候我就習慣再加一點橄欖油 如果要互信我會建議大家也可以加一點 現在很流行的亞麻人油也是可以的 亞麻人油也是可以的 這個時候其實地瓜泥它就已經放好了 放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塗在鮭魚上面 太期待了 對 其實這個地瓜泥也有一個吃法 你可以跟小朋友做親子料理 直接把它揉成球狀來吃也OK 揉你車吃也OK 也可以夾麵包夾三明治吃 只是說今天我們教大家怎麼互信 而且是不用改名字的 所以我們直接煮在鮭魚上 生菜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挑 你喜歡吃的生菜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把生菜放上去 那生菜再放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放兩邊都放 兩頭都放 如果你只放一邊的話 就比較像家庭料理 你兩頭都放的時候呢 你等一下還可以把它切開 切半有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立起來 好漂亮 我那個側面看過去真美喔 對 你這樣根本是一個米其林料理啊 是 它只是一個很經典的 我的不用錢 我的不用錢 好來 郭碧哥請 來來來 請上來 郭碧哥來 這一捲都是他的 馬鮭魚 馬捲郭碧 來來來來 謝謝 不好意思啊 好期待好期待 等一下就要繼續改名字了 全國觀眾在等待你描述 鮭魚捲的口感 這個地瓜你很好吃喔 對對對 因為它其實它會有一個酸香的口感 對 所以其實也可以把它做成一顆 一般吃煙燻鮭魚 真的太無聊 太BALLING了 對 媽媽在家也可以自己做這個 小朋友一定會愛